中醫 實際上隨著時代在進步 我們也做了很多一些研究 所以我們有一個觀念叫做中西醫結合 那這個觀念我們在叫做 辯證跟辯病論治一起來用 什麼叫辯證論治就是根據你的症狀 去幫你做治療 現代藥理學的研究實際上 它可以調整我們身體的免疫功能 比如說TCL就是細胞免疫 BCL就是體液的免疫 這個可以對抗癌細胞 中醫跟西醫它是搭配在使用的 那現在因為健保方便 所以你也可以去找中醫師 也可以找西醫師兩個同時進行 那對於癌症的整個治療 會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那他要不要去做手術 或者要不要做放療或者化療 他會擔心副作用 那這個副作用實際上 我們可以用中藥來做調理 西醫的方式跟中醫來搭配 實際上這個病人的 在癌症的這個治療 效果會提高很多 那因為現在科學越來越發達 所以我們看到癌症的 它的存活率都提高了 所以大家碰到癌症不用擔心 然後再加上我們身心靈的一個調整 很多癌症的病人學身心靈以後 實際上它的效果都很好 大家碰到癌症不用害怕 就來找許醫師就好